好大 就我假装你走了是吧 再见 我们到凯恩斯了 他们的行李出口有点可爱 Nemo 我们到酒店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在凯恩斯住的酒店 他们这酒店我都觉得很迷 打不开的门 外申间非常的简朴 进来就是一个大床 我订的这个是什么海景大床房 看看 哇这柜子 空空如也 然后这里出去 出去是一个这样子的路 那边就是海 这边看过去就是海 这一整条街 感觉这周围好吃的应该不多 应该是到达美食放空了 去看看吃点啥吧 它的整个楼洞就非常的像一壁丝的感觉 出来其实只有两层楼这个酒店 但是绕圈 但是绕圈它圈绕的特别大 这一圈有100多间房 所以一共只有两层 这块是一个游泳池 关门了 直到下午6点钟 是一个这样的泳池 这个泳池其实还挺好看的 对吧 但它只到6点 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健身房 就是这样 一共就两层楼 我们都觉得非常像一个海边的小旅馆 这是它叫的吗 是的 怎么能发出这样的叫声啊 嗓子哑了 好好笑啊 像个小灯一样 一年两人都开始了 南马铁 每年都是卖这种T式的 卖工艺品 是棒蛋糕 最近我们快要吃 你要什么川 好大 我买了一个咸甜 还有一个是甜辣 都是炸鸡吗 烤的 这个应该是大松段 好大 我的河粉 这样一份给的肉还是挺多的 你的饭好来 老神点的饭 饭的还不错 谢谢 快点了一个煎饺子 这个人一天要吃三个煎蛋 这是今天第三个 那不是醋 是甜醋 很甜 非常油这饺子 不知道什么是要吃甜口的 非常酸真的 一节大葱 一节鸡 调味有一点奇怪的好鸡串 好来我们吃饭了 我们又来逛超市了 各种各样的crackers 这个是Audio的 这我买过 刚吃完一盒 这个也有 这个倒是没有 这看着很麦香 这感觉都是我会喜欢的小脆饼 全是小脆饼 我好喜欢这些小脆饼 一整面墙的timtim 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吃的最多的饼干 吃碧胖系列但是很好吃 买一个吧 honey nut的也很好吃 当时买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他们的燕麦奶的品种多很多 乳物奶的有非常的多 很适合我 另外我的最爱 一整墙的燕麦 我的天堂最爱 你看我吃两天之东西我可能就要自杀 最爱最爱每天都想吃 我们不同的最爱 走到哪吃到哪的花生人 带你们看一下我最爱的区域 这一整墙的酸奶 各种各样的酸奶 最常吃的还是那一个 是很希腊酸奶 有什么问题吗 凯恩斯的街道 空空如也 我们来到川香园 看下它有什么菜 北京大可 这还有什么 海鲜炒面 蛋炒饭 还有小笼包 明天我们订了是热带雨林 库兰达对吧 对 明天去库兰达 后天是要去大把椒 就是这样 山拉伯 我去休息了 明天见 库兰达见 际思 静面 这个库兰达 这个洲適是澳大利亚的干ta种植中心 也是澳大利亚的炙糖中心 我们国内有那个中粮集团 在这个凯恩斯周边投资好几个糖厂 好乌雨,我们今早非常的匆忙,是7.55集合,然后我们7点半才下去吃早饭 结果到了这里换老票之后,发现9点钟才让我们上缆车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缆车票,是一个非常长的缆车线 要坐一个多小时,中间有两个换乘站可以下来就可以在雨林里面溜达 最后坐缆车到库兰达小镇,就是这样,只能在纪念品商店里面溜 天哪,这也太可爱了吧,展示 他的小孩可以弹射出来,太可爱了,这个小袋鼠 这是什么呀,我都不敢拿它,我的天,这是什么飞鼠吗 阿姐可能会直接昏过去,这小可拉也好可爱,暴宰的小可拉 蛮,轮,这袋鼠长得我的天,你觉得这蛙长得合理吗 刺牙咧嘴的,这长得合理吗,就是莫名有一些那么可爱,但是又 这也就有那么一点儿 这扑轮鹅的合理,这是Jelly Cathy,这全是Jelly Cathy 这小蜜蜂好好可爱 这里太多鸭嘴烧 这太可爱了 这完全都是我的菜 这小鳄鱼 这烤拉为什么得了红眼病啊 烤拉1加2 啥代数的一家 这真的好可爱 它拽不出来 它只有一个头罗在这里 好可爱 但是这个尾巴 大老鼠 完了 好可爱 终于是在景区被骗钱了 好可爱 你可真是一家人 属中属 我们现在要排队上去了 男生西部 真的耶 好可爱 好小呀 好多小带书了 来把窗户把我们打开了 因为然后小风吹进来 真的非常的舒服 没有可悲 好高啊 这是第一个换站点 跟上 就这棵树已经有400年的时间了 然后刚刚那个阿姨问为什么下面不长枝叶 它是长得最高最底值的 然后下面的枝叶没有办法吸收阳光的 就是长出来纯粹是浪费资源的 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在下面长树干了 最后只长到上面去 竞针着往上面长 把这一块都遮盖成它自己的领地 它的周围就只能长一些这种低矮的植物 它就是这一块的王 但是这一根树干呢 长了有200年 它就有点弯了 而且下面这里还长了一些枝干 然后就是弯弯扭扭的 它们就预测可能过不了多久 这棵树要倒掉了 植物之间的竞争 还挺有意思的 哇 树一百万 合理吗 家人们 在哪里 你晃一晃 会出来吗 雨突然下了好大哦 雨林里的大雨 可以 很好吃 消熟了 这里有好大一个相机 我下去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快笑快笑 拍照 我笑死你 好大 我们在 天哪 越下越大了 真的好大 被这个碗吸引住了 买了一个那个黑色的 阿波让拍照 非常可爱 酥了 他是说中文 他说的太好了 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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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日本共和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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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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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鲜鱼 中午鲜鱼 它又到鲜鱼 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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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 马上要开始汇报表演 它还没长在的 好可爱 它的后腿比前腿长好多 我能摸吗 我有点害怕 嗨 跳起来了 它不吃 它不吃 它们为了一些带鼓鱼吃东西 人家吃草 好融融 你小心一点啊 像炸炸一样 疯狂睡觉 疯狂睡觉 它吃不进去 有一条巨大的鳄鱼 它的旁边有一个小蜥 幻想成为它的样子 像一个潜水艇一样 这是真的 是的 是活的 这是真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标本 我们从动物园出来了 它的整个动物园只有袋鼠是开放的 就在里面跑 你可以随便去摸袋鼠然后喂它 其他的都是在一个一个坑里面圈起来 袋鼠好可爱啊 虽然拉非常臭 买了一个难吃的冰淇淋 一会儿就坐火车回到市区去 我们选的路程是缆车过来 然后火车回去 因为火车是在市中心的位置火车站 下午回到市中心的话 没那么赶 你可以自己溜达回去 市区非常的小 然后步行就可以 但是坐缆车的话会比较远一点 好开心 看完小蜥 这不是德国热狗吗 这不是德国热狗吗 夫妻两个人开了三十个严肃室 自己做的手工长长 你怎么知道 德国像人精神 这上面就是酸菜 还不错 如果来小镇上的话可以吃一点 这是忽兰达当地做的咖啡 就是烘豆子铲豆子好像都是这边 OK 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只能说镇上的咖啡还是镇上的咖啡 焦苦味很浓吧 这个老板娘的日语说的超级溜 跟母语一样 说因为这边日本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 她刚刚进去就跟两个人在说日语 我都一时分不清她是哪里的人 一般般吧 这家咖啡店不是很推荐 小火车 这个车站真的是非常复古 好就是我们订好的票都在那边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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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车还挺好看的 嗯 到处都是接 追击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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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假装你走了是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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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意思吗 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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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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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凯恩斯多么的美食荒漠了吧 我们今天选择了垃圾食品开会 主要也是因为实在走不动了 买了一堆外卖 然后回酒店 我怎么感觉突然回到澳门的感觉 澳门也是走不动了 然后在澳门买了麦当劳 回到酒店 这个场景 开始吃麦当劳 麦当劳是没得吃的时候的 旧福 彩虹的第一天就是这样 明天出发大搞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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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